五位作家在我手 召唤师峡谷横着走 欢迎收看由天生无味的梅赛德斯奔驰 GOA SUV特约呈现的马虎炮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长毛 在2月24日 FPX对阵京东Gaming的决赛局中 17分钟被上高地的FPX 通过两次关键团战完成逆转 上演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史诗逆转 尽管FPX的团队执行值得称道 但京东在大优势局面下 操之过急也成了一本职业比赛的反面教材 现在就让我们扭转时空 看看这场史诗级的逆转 究竟是如何上演 时间来到23分30秒 京东四人集结于中路 欲向FPX高地水星发起进攻 反观FPX 经济落后7000带来的巨大装备劣势 使他们无法正面招架京东的进攻 只能尝试侧意包夹 此时京东如果选择正面五人弊团 缺乏可靠倾线技能的FPX 几乎不可能完成防守 完成一场大胜的机会 几乎就摆在京东的眼前 然而年轻队伍的血性 却在此刻产生了反效果 阵型散开的FPX 在正面仅有牛头来保护卡丽斯塔 这对京东前方四人而言 简直就是致命诱惑 在船长尚未赶到战场的情况下 克里德色庄尼选择直接急兵寒玉 帅一大招强开卡丽斯塔 或者面对爆发瞬间空血 交出双招 京东双C不假思索 闪现上千拿下人头 却发现大事不妙 他们的退路已经被 加里奥的大招封锁 发育优秀的双射手 完全被围困在了对方的腹底 剑机加里奥和青钢尹三名 突脸英雄早已饥渴难耐 并且将他们的魔爪 伸向了对手脆弱C位 面对牛头的控制 加上青钢尹和剑机贴脸的 瞬间爆发 闪现刚进入CD的飞机和女警 毫无还手之力 凯瑟琳瞬间蒸发 护主心切的塔姆 被牛头接连控制 即便交出闪现 也无法保护队友 失去双C 京东这波团战的败局已定 姗姗来持的船长 被加里奥一级迎头虚弱限制 毫无作为 值得孤身离去 回顾这一波团战 京东不冷静的决策 为比赛卖下了翻盘的种子 如果他们等到船长到场后 进行消耗和推进 FPX将没有任何的机会 防守中路高地水晶 但他们高估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贸然开团 并交出闪现后 给了对手高地4v4的可乘之计 让FPX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但阵容更加合理的京东 依然占据着正面的主动权 在大龙buff的加持下 京东这次理智地选择了五人暴团 再次对中路水晶发起进攻 由于中路门户大开 地形开阔 青钢椅无法找到完美的开团点 FPX只得放弃中路的防守 想要一股做气的京东 似乎有直接一波的想法 但考虑到青钢椅的绕后威胁 他们放弃了原本的计划 转攻兵线大量囤积的上路 然而年轻的京东 再一次地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仔细观察红色方的阵容 能够稳定远程清线的英雄 只有加利奥一人 拥有双射手的京东 原本可以毫无顾忌地推塔 并且摧毁水晶 但色装尼和船长 却毫无预兆地 丢出了自己的关键大招 再次给FPX创造了可乘之机 已然破普全州的FPX 自然不会放过如此良机 青钢椅从侧翼果断杀出 角度刁钻地切入了京东阵中 郑重人群之中的女警 加利奥开大紧随 虽然塔姆吞下女警 规避了青钢椅的大招效果 但由于糟糕的阵型 和两个关键大招缺失 京东无法在第一时间阻击反击 只能仓皇逃窜 牛头利用命运的召唤 再次突入人群 击飞船长和色装尼 开启大招抵挡对手输出 被撕碎阵型的京东 再一次被FPX中前排组合拳伺候 在船长和朱美被击下之后 团战大势已去 随着飞机和女警的相继阵亡 FPX完成了又一次 关键团战的逆转 几乎完全抹平了场面的劣势 纵观这两场团战 FPX固然有着优秀的执行 但京东不够理智的决策和判断 或许才是他们遭逢 滑铁卢的根本原因 对于年轻的队伍来说 也许只有经历过 这样残忍的失败 才能够获得 最为珍贵的成长经验 春节刚过 LPL的比赛也越加激烈